汐止國小是汐止歷史最久的學校 校內校舍有發生部分磁磚剝落的狀況 為了學童的就學安全問題 校方也有向教育部提出計畫申請外強翻新 但是經費還未下來 因此今天立法委員廖先祥就邀請教育部和教育局 及校方等相關單位現場進行會刊 校園安全一定是家長送小朋友來學校最關心的一件事情 那前幾年我們汐止國小的校舍 有一些磁磚剝落的情況這幾年陸陸續續 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所以說汐止國小也有送一些補助計畫給中央 希望教育部能夠補助把外強做一些翻新 希望磁磚不要再剝落了 那在前幾年教育部這個案子也入案 再來重視學校的一個安全的問題 那因為經費的因素 所以這幾年學校沒有受到補助 但是因為教育局也非常關心學校的安全的建築 所以前去年教育局也撥了一筆初步的一個維護 安全維護的圍離網的一個經費 校舍外強磁磚剝落已經有好幾年了 現場也可以看見磁磚有許多掉落的狀況 目前校方去年有取得教育局的安全圍離網設置經費 針對外強掉落範圍均有設置維力網 待後續經費到位就可進行外強翻新工程 我們目前已經有裝了一個防護網 也就是說檢疫的如果說目前小的磁磚有掉落的現象 它不會直接落到地上 它直接有一個防護網能夠攔截 這樣對一個安全性來講 暫時性應該是沒有什麼立即的一個危險 校園的安全刻不容緩 需要近處來協助解決 那因此我們教育部近期會協助細子國小來修改我們的 身體補助的計畫書 預計希望能夠在今年的暑假前核定 讓這個工程能夠在小朋友暑假的時候 能夠盡快的把這個工程來把它完成 讓我們小朋友之後在我們校選活動都能夠安全無餘 學童就學的安全問題刻不容緩 也是父母最關心的問題 後續校方將修改補助計畫書 期盼能在暑假期間就順利進行外強翻新工程 讓學童有安全的就學環境 記者李嘉文細紙採訪報導 記者 到大 老子